主席 感谢多位委员和本席共同提出这个提案 这个提案因为国民党团要求协商 迟至今日才表决 其实目前高中职已经在进行下学年的教科书的选书 那么也由于教育部迟迟不愿意主动撤回微调课纲 仍坚持新旧并行 其实造成学校老师相当的困扰 我们希望今天院会的议决能够清楚来表达国会的立场 也希望教育部能够即刻的来撤销微调的课纲 如张善政院长回答咨询时候表示会尊重立法院的决议 那么让学校老师能够有所依据 这个提案本席要再重申 是新国会回应新民意 回应许许多多学生老师学者专家公民团体 发起反黑箱课纲捍卫教育 不受政治介入的具体做法 也回应林冠华同学在天之灵 我们必须自问 有哪一个民主国家的教科书 是由圈圈圈叉叉叉制定的 课纲微调整个过程 从检合小组到课发会到课审会 全部密而不宣 即使行政法院判决教育部应该公开相关审议的资料 教育部仍拒绝公开 严重违反程序正义 身为民意代表 我必须说人民有权拒绝黑箱课纲 学生有权拒绝洗脑教育 此外 微调的内容充满议员霸权的论述 违反台湾多元民主之社会共识 微调内容更有多处遭专业学者指正错误 违反专业治理 违反程序正义 充斥威权统治移序的黑箱微调课纲 一日不撤销对台湾教育的伤害就一日不解 本席非常遗憾 教育部一再的表示 如果撤销黑箱微调课纲 会导致教学现场无纲可循 本席必须指出 2008年前教育部长郑瑞成部长 就曾将已经被公告的国文及历史课课纲罕停 并来公告回归旧课纲 教科书现在是新旧并行 教育部如果撤销黑箱课纲之后 新版教科书不得再使用 教育部只要再行来公告国文及社会领域各科 微调之前的旧版课纲就可以了 所以并没有所谓无纲可循的现况 那么本席也要呼吁教育部必须提出 专案补救计划来弥补 因为使用黑箱课纲造成的 学生的权益的受损 这个是教育部应尽的责任 本席最后也要呼吁 未来的教育部应该就 课发课审教科书审定 来进行全面的 谢谢郑委员 现在请